欢迎来到CryptoTrix 在视频开始之前 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 不错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 We're going to make it 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CryptoTrix 那在上一期的视频中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了 如何在Sublog domain上购买一个NFT域名 然后通过UD提供的这个website模板 来制作一个存储在IPFS上的web3网站 那由于NFT域名的多功能应用 可以与钱包绑定呢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域名作为转账地址 还有直接作为NFT 可以在市场上售卖交易 那还有可以host网站 以及用这个域名做使用一些Dapps等等 那NFT这个域名相比传统的这个域名呢 增添了非常多的功能和应用 同时拥有一个NFT域名 并绑定你的钱包 可以让我们与web3的世界呢交互更深 那今天呢 我们主要延期上一期的这个内容 为大家先介绍五个这个web3的网站与组织 然后呢帮助大家来了解更多的web3里的一些相关应用 以及好玩有趣的学习互动的工具 那首先呢 我来介绍一下第一个网站 也就是这个叫websitefoundation 它是有官方网站然后同时是一家公司和一个组织吧 这个websitefoundation呢是在2017年成立的 那是由这个Polkadot区块链的创始人 这个Gavin Wood创建 那我相信大部分观众应该对Polkadot有一定的了解 那Polkadot主要的应用呢 有点像目前web2中的这个http协议和地位吧 就通过一个公认的协议来帮助彼此不兼容的区块链 可以通过它搭建的这个平行链的架构来互相沟通 然后可以发送这个加密货币与这个数据 那根据websitefoundation自己的介绍呢 这个组织诞生的意义是来推动去中心化网络中 这个软件技术和应用的秩序与协议的发展 那他们的vision是说可以去建造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 让用户掌控自己的隐私和数据 然后以及全球的一个安全的转账系统 那他们要怎么实现呢 那就是通过为这个开发者以及web3世界里的这个创业者 提供tech stack和技术工具以及资金的grants 然后投资来支持完成 那在这个web3foundation的背后 它的团队是什么团队在做呢 这个web3它的foundation是背后有一个 类似于董事会或者理事会 来管理和维护整个web3foundation在web3世界的功能 那主要组成的这个成员呢 有这么几个重要的人物 那第一个呢 自然就是Polkadot的创始人Gavin Wood 他同时呢 以前还是这个以太坊的联合创始人 那作为web3foundation的president 那第二个重点人物呢 就是这个Dr.Aaron 然后他是以太坊 之前的这个数学模型科学家 那他是从牛津大学的机器人学院毕业的 然后是获得的这个PhD的学位 那他也作为很多个区块链 还有共识机制的一个这种consultant 算是咨询师 那最后一位是这个Rattle Trickler 他是一个区块链投资软件公司的一个创始人 那在以太坊诞生的最早期呢 他就开始这个开发smart contract 更多关于这个web3foundation的细节呢 以及在做的项目 大家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一看 那就是这个web3到foundation 那他们这个除了他们对这个technology stack 从layer0 然后一直到layer4的一个介绍 那他们的网站上还有web3的project介绍 grants资金支持的项目 以及他们的研究行业报告 甚至还有关于这个web3foundation的招聘信息 那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将他们这个网站存入到你的这个书签里边 这个bookmark下来 然后定期的呢 可以去查看一些他们的动态 还有一些他们关于对web3的一些研究 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极力推荐这个网站的 ok 那我们下面来介绍第二个网站 便是这个cointelegraph 那我也同样相信啊 很多朋友已经都知道cointelegraph.com这个网站 那他们是来提供这个加密世界相关新闻的这么一个media company cointelegraph呢是在2013年左右成立的 在crypto这个行业里呢算是非常早期以及资深的一个新闻媒体 那在cointelegraph的ballpage的介绍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cointelegraph的编辑与团队呢是分布在全世界的 并且这个cointelegraph有一个独特的专区叫cryptopedia 那也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加密货币百科全书 那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101的这种101的介绍课 可以对于这种刚开始了解crypto与这个web3的朋友们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source和研究的source 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有另外一个section叫people 那你点到这个people以后他会每年总结一个就在加密世界里边100号最有影响的人物 那我这个左边这幅图就是目前2022他们总结出来的 我放了前六个在这第一个呢就是自然是这个sbf就是ftx的这个ceo 然后呢他放的第二个是这个最近啊这个经济问题呢就是inflation 然后再往后还有这个opensea的ceo 然后这个game alliance还有什么chainlink 然后包括decentraland这些ceo 那那其实他这个总结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就说就是这个colan telegraph他这个网站他不光是一个 就是只提供新闻的这么一个媒体 他们其实也是在背后做很多的这种就是信息的整理总结 还有自己对这个web3的一些研究 所以我觉得就是朋友们可以用好这个网站 那就是同时看这些新闻 然后还可以去结合他的这个市场模块的数据 还有他们自己做的行业去看 然后来学习一些新的就是加密货币或者一些区块链的项目 那我自己呢平时也用的很多 就来关注整个行业动态与情况 然后呢时刻去利用他来去看一些不同的新闻 还有学习一些他的one-on-one的这些课 关于这个colan telegraph他们的这个网站 UI设计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我理解他们的所有的新闻以及不同的blog的这个图片呢 都是根据自己的这个主题来制定的 那都是这种颜色非常鲜亮以及类似于这种漫画卡通的风格 那我感觉这块colan telegraph做的也是比较不错的 非常有自己的个性 那喜欢的朋友就是可以去关注一下 然后登陆colan telegraph.com 那么从第三个网站开始呢 我们给大家推荐如何在web3领域续习和找工作 说人以余不如说人以余吗 在熊市中如果只会炒逼不一定会挣到钱 搞不好还会陷入到某些冷门的项目大幅度亏损 那么如何才能在整个web3行业快速蓬勃发展的阶段 分一杯跟持续挣到钱呢 我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投降到这个行业中 找一份行业内的工作享受这个行业的高增长 这让我想起来一栋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 那些早期在这个行业内的人 都是真的盆满钵满早早的财富自由了 现在的web3也是同理 所有的项目发展都处于早期 如果我们能够作为一个技术开发人员 早早的参与其中 那我想我们的说一定是非常可观的 说到这里很多朋友一定会很迫不及待的想问我 那么如果能找到web3领域的工作呢 还有什么web3的开发我也不懂呀 所以别急 我们在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三个网站 包含了找工作和web3开发的一系列课程 对大家一定会有帮助 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 请大家帮忙订阅点赞 然后分享我们的视频节目 谢谢大家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一个网站就是buildspace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站的首页 可以根据关键字来进行搜索 比如我们搜web3 然后地点选择我们想要的城市 比如说我们选纽约 这边就会过滤住 所以我们需要的工作岗位 我们可以看一点就是在我们选这个地点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可以选择remote的 这个就是web3领域的一个特点 几乎每一份工作都可以remote 也就意味着只要有网络就可以找全世界的工作 这一点对从业者来说真的是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方便 那么我们如何申请这个工作呢 以这个uniswap&labs为例 我们点击这个introduce yourself这个行业 然后跳出一个图号框 然后我们选择哪个工作岗 选这个community leader 然后这边就会让我们写个自我介绍 然后也发送我们的profile 到那个照片官那边去 然后这边就完成了我们的一次求留的动作 如果大家不会写introduce的话 这边还有个sample 可以大家去点这个sample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可以看到这个网页上面还有一个project的按钮 我们可以点这个project 可以看见这里面有很多 比较火的现在的一些project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build as web3apps 我们可以点击去看一下 我们发现这其实就是跟以前我们Cosera上面学的课程一样 就一级一级的小课 然后你只要把每节课都学完 这边就会这边就会解锁 这跟我们web2唯一的区别 这边你是需要链接你的小狐狸钱包的 对这边就是链接下你的钱包 然后链链接下你的discord 然后你可以学课 跟着这个课一节一节的来 把这个project跟下来之后 你就可以冲到你自己的一个web3网页 或者说是一个智能合约 下面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二个网页 这个网页同样也是一个找工作的网站 打开网站同样也是通过关键词加地址来过滤找工作 这边我就不做具体的演示了 好这边我们以这个nft举例 他都是招一些senior的前端的一个工程师 他要求会这些web3 web3的基本一些基本内容 他语言要求的javascript 还有一个就是他要想像这个lead product designer 专门招这个设计人员 你只要会设计就可以去apply这个工作岗位 这边有到前端的 前端一般都是要会这个javascript 我们这边我们就不详细看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站上面 他总共po了大概有7000个jobs 然后有2000多个companies 也有3400多条薪水的一个记录 这都是比较真实的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薪水这一栏 这边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哪多少薪水可以po在这个网站上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网站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年薪 大概在92000美元左右 这个平均年薪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 在美国上top的10% 一般是可以拿到16万5 最低的10%也有22000 所以说web3领域的工资度还是蛮高的 我们再看talent的这个这一栏 在talent的这一栏 我们可以把自己推销出去 这样子别的雇主游戏秀的时候就会直接联系我们 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功能 就一边投简历一边在这个网站上推销自己 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 我们可以像其他人这样 upload我们的cv 简单的自我介绍 就写自己会什么 自己的墙项是什么 这样大家有需求的 就会看到我们 就会联系我们 再看看company这一栏 这company这一栏呢 主要就是裸列了整个web3行业的所有的公司 然后我们点进去 公司就可以看到这个公司里面正在招的一些热招的岗位 比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reddit 这就是reddit一个公司的简介 这些reddit在招的一些工程师的岗位吧 大家有进去可以自己看一下 很多朋友肯定还是会有疑惑 因为在看到这些接地的要求后 觉得自己跟这些岗位要求差的还是蛮多的 就觉得自己也不会啊 这些很多语言要求自己也不会 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业完全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每个人都是边自学 然后边工作 那么一份好的一个学习资料 或者说一个学习的一个清单 那就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我们最后给大家推荐的网站就是这个 学习如何100天开发web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页做的特别贴心 它把所有的就是知识点都罗列了 然后总共整理了34个清单 然后每个清单里面涉及的知识点 它都给你标出来 比如说我们看的第一个是一个free code camp 是一个web design 那它里面我们会学到的技能有html 还有css 这都是开发网站的前端所需要的一些实技能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看到 好我们现在到了这个free code camp 这个网页里面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去学习course的一些 一些要求或者说一些课程内容 我们只要跟着后面学就可以了 这个网页做的挺不错的 像刚开始我们都是需要学习html 还有css 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开始学一些 如何在我们自己的ide里面去code 后面我相信我们还会学一些 如何写一些我们自己的第一个智能合约 在第十一个list里面我们开始学一些javascript 然后这边第12条里面有一些 让我们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去解决问题啊 一些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 然后在第18天的时候我们会学习一个react 然后在第22个list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会学习一些开发 dapp的一些很关键的一些语言 还有一些dapp的一个infrastructure 从第22天开始我们就学这个solid这个语言 这个语言就是我们开发我们一探访 所需要的一个官方语言 然后从第25个list开始我们就开始学一些smart contract 一些智能合约的一些部署啊 还有一些架构这些东西 还会学到一些智能合约和外部交互的一些知识 这边还会告诉我们如何去写自己的一个blog 好了这总共大概有34条list 如果我们每个list就分配一个三到四天 我相信100多天是可以把这整个去web3开发 所需要的一些知识内容全部都学习完 我相信大家只要肯花时间最后一定的把这个学下来 然后创造一个自己的项目 这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了 然后这五个网站希望给大家可以带来一些insights 然后可以去访问一下 然后看一看自己在上面玩一玩 然后我们下一期将会给大家介绍一些web3可以来追踪价格 以及做一些数据分析的工具类的网站 还有可能会介绍一些可以去赚钱套利 像类似于play to earn work to earn的这些项目 那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但如果大家有比较好的推荐自己平时会去用的一些网站和dapps 那也欢迎在评论区里边发表你的看法 然后分享给我们 那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网站的链接都会放到这个description里 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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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